HELLO 大家好,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喜歡我的影片的朋友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這條影片播出的時間應該是2020年7月31日晚上 衛生防護中心張竹坤今天公佈香港新增121宗的確診個案 當中有118宗就是本地確診 另外還有90多宗是初步確診 下一則消息,天文台表示考慮會在今晚發出3號風球 並且取消強烈季後風的訊號 預料星期六日有狂風大趙雨、雷暴、海面有大浪及湧浪 下一則消息,可以說是萬眾期待 今天黃昏六點鐘 特首林鄭月娥帶來一系列的高官 開記者招待會 親自宣布香港立法會選舉 會延遲一年 我想我非常簡潔地說他們的大概意思 就是他們香港現有的法律 不能夠允許他們這樣操作 所以特首就使用緊急法 去將立法會選舉延遲一年 直到2021年的9月5日 也都正如網上傳言所說 就是這一屆的開支由政府包底 然後下一屆未來的新的立法會選舉 就重新計算那一邊的開支 當然除了用緊急法能夠做到延遲一年之外 另一樣更加重要的問題就是 這個真空期怎樣處理 但是這個不是已經做完了這件事 仍然有一個非常困難的問題 就是基本法 基本法第六十九條是定名 立法會除了第一屆任期是兩年之外 每一屆都是任期四年的 所以第六屆立法會的任期 將會是到今年的9月30日 就是足足四年就要結束 如果我們用緊急規例 是合憲合法 但是我都只能夠把第七屆的立法會選舉日 推遲一年 但是未能夠處理 那麼立法會在未來一年 將出現一個真空期的問題 因為如果我用緊急法去說 這個一年 這個立法會是仍然運作 那麼可能就是 就是跟第六十九條說 立法會一屆四年的 為什麼無端又多了一年呢 是有一些衝突了 所以為了令到我們的工作是更加穩妥 我已經向中央人民政府呈交了一個緊急的報告 是尋求中央人民政府的支持和指示 那麼國務院已經是回覆了 回覆的內容是這樣的 國務院是支持行政長官會和行政會議 基於公眾利益和香港的實際情況 依法作出香港特別行政區 第七屆立法會選舉推遲一年的決定 對於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七屆立法會 推遲情況之下 如何處理立法機關空缺的問題呢 中央人民政府將依法提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作出決定 國務院也是要求香港特區政府應該依法做好 第七屆立法會選舉推遲而涉及的相關工作 這個是我今天要和大家的介紹 我現在想請律政司司長 大家看到了特首林鄭月娥就請示中央給指示 國務院那邊的回覆也都說再提請人大去 由他們去談再決定 這裡真的要等了 但是也都有一些記者問起說 現在現任的那些立法會議員 他們是想競選下一屆的立法會議員 但是已經被DQ了 那麼這些被DQ的立法會議員 又可不可以在之後 即是未來的真空期那裏做議員呢 他們都有回答的 大家看看 至於你問到有幾位現任的立法會議員 在今次被提名的期間 提名是無效 如果將來立法會又做回 他們又可以被視為是立法會議員回來的情況是怎樣呢 這裡有幾個都是假設性的 第一 我都不知道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 會用了什麼的方法 但是上理來說 我只能在這裡講我個人的意見 上理來說或者邏輯上 在這樣的情形之下 最務實去處理立法會的真空期 令到立法會在押後選舉一年 可以繼續正常的運作 是將第六屆的選舉延一年 這個也是立法會條例第十一條 原本的設計的精神的 所以如果這個假設成為了事實 就出現你講的狀況了 就是有幾位在提名的時候 就被取消了他們的選舉資格 但他將會為以立法會議員的 現任立法會議員的身份 回到立法會 目前來說 由於還是假設性 我們都未進入去研究 不過我可以講 特區政府是一個依法辦事的政府 所以去做提名有否資格 是一條條例 如果去到一個現任立法會議員 我都要有法律的基礎 怎樣可以令到他不能夠 繼續擔任立法會議員 不是一個隨意 因為你在那裡過不了關 你在這裡都要走 並不存在這個考慮 一定要看有沒有足夠的法律基礎來做 謝謝 我或者補充一點 讓大家清楚一點 選舉主任去作出 某一個參選 候選人 是不是有符合相關的提名的資格的時期 實質規定的時期 其實他考慮的是去參選那時候的情況 所以那個時間點 就是他參選那時候 他有沒有議員 繼續擁護基本法 以及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 香港特別行政區 大家看到特首所說 就是用現任立法會議員 去延續做多一年 確實是其中一個方案 當然這些都只是香港政府自己想 並不是說中央政府要這樣做 要視乎中央政府怎麼決定 那麼 律政司那邊所說 就是說 視乎 這個候選人 即是那些被DQ的人 他在參選的時候 那個態度 是不是這個 忠於中華人民共和國 是不是 當時是計 但是 我也覺得 未必是這樣想的 因為今次他們的記者會 已經不止一次說 其實立法會議員的 有規定 一屆是四年 對不對 所以他們做不到這個衝突 那就交給中央決定 那麼 中央未必是要觸控這個 所謂要去改他 是不是四年 而改造另一種的特殊方式 對不對 那麼 中央政府其實可以對這一年的 真空期的做法 會不會特別任命為 特殊的第幾多期 或者叫做 進行重新任命 那如果進行重新任命的話 那麼 他們 就等於被DQ的了 而不是用延長的方式 對不對 因為 有延長的方式 有重新任命的方式 而重新任命的方式 可以叫做第二個名稱 亦都賦予他這個 立法會議員的權力 但是呢 任期特別一點的 叫做一年 甚至乎 名字我都可以想起來 叫做2021年 年度 立法會議員 都可以的 因為特殊這一年所發生的事情 對不對 那麼 權力一樣 但是 任期不同 但是需要重新任命 重新任命的 這一班人 就已經被DQ了 這個是我自己想的 當然最終 中央怎麼決定是他的事 某程度上 視乎中央會不會賣大包 對不對 不過呢 以現在中央的態度 未必 不過 對了 大家想想 你覺得中央會怎樣 好啊 接下來跟大家看一看 差點說特首 是前特首 梁振英先生 今天發的幾個post 第一個他就說到說 郭榮鏗 楊岳橋 梁繼昌 被DQ了 公民黨說 欲家之罪 何患無辭 梁振英先生 就請大家 看看這一條的短片 他們從美國回來 在3月12號的記者招待會上 講了些什麼呢 他們失憶的 我們記得 他們刪除的 我們還有記憶 所以我們是會組織 剛才所說的 如何盡快開啟這個動作 當然 我們沒有可能 一次過 做完所有所有 香港市民認為 應該需要制裁的 但我們覺得 一點都是要開始了 我們有討論過 香港人 很多都很得關注 那個制裁的問題 其實都想要推動 推動美國 希望利用這個制裁 我覺得不可以否認 我們是有這個問題 我們民主派 大體來說 是支持去年 是通過這個 《人權及民主法》 通過了的 其實當時內容之中 也包括有制裁 所以我們都希望 是看到 有一個訊息出來 是落實這條法例 大家看完這一段的短片 想起什麼呢 我想起那些 殺人放火的暴徒 說自己 起到和平示威 然後被人打 這些人 就出去 叫人來制裁我們 然後就說 他們 同樣的事情 同樣的事情 再下一則 梁振英先生 還說到 黃之鋒 剛剛在記者會上 說 梁振英全家都拿著英國護照 事實 梁振英先生 和三名子女 從來沒有申請 或取得 任何外國護照 或居留權 而 他的太太 亦都已經放棄英國護照 黃之鋒 從來沒有向梁振英先生 求證 順口癡黃 梁振英先生 還說到 保留 控告誹謗的權 大家 支持梁振英先生 去控告黃之鋒 多多少少 執他一劑也好 之後 再下一則 梁振英先生 還說到 22位泛民立法會議員 剛剛發出聯合聲明 不是反對DQ 自禁起DQ的問題上 泛民黨派 沒有齊上齊落 今日聯合聲明的內容 只是一些說 政府和建制派 因為選情嚴峻等等 說押後立法會選舉 無意於顛覆政權 等同引爆憲制危機 涉取政權 動搖香港特別行政區 成立資本等等的說話 梁振英先生 就提出三點 一 英國百多個地方選舉 全部押後一年 二 建制派的選情並不嚴峻 泛民自欺欺人 三 泛民當中沒有被DQ的抗爭派搶 爭上位 急不及待 好了 這條影片就到這裏 多謝大家收睇到最後 喜歡我影片的朋友 記得留言讚好和訂閱 非常之開心 我就應該暫時不回香港住了 等這一波疫情過了再算了 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 就沒有了 請看 我們下期見 我們下期見 為我們下期見 為我們下期見 我們的請加油 我們下期見 我們下期見